梅花五角硬币在过年后一直非常的火 因为有传闻它即将要退市了 有朋友就问了 2000年的这种梅花五角硬币 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能价值多少钱 因为2000年的硬币 母单一元价值大几百上千一个 菊花一角 同样也是价值 大几百上千一个 那么2000年的这种梅花五角 价值多少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也认为非常值钱 其实不是的 2000年的梅花五角 在发行数量上面非常的大 所以说也导致了 他们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价值不高 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值永远都是物以稀为贵 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最新的收购价 像这种2000年的梅花五角 如果是像这种流通品项的秀不大 流通磕碰也不是很多 像这种好品收购价在一块五左右 如果是秀比较大 磕碰比较多的状态差一点的 那么他们的收购价格在一块到一块四不等 但是如果是像这种圆光品项 像刚从一卷里面猜出来的一样 它比这种流通品项的要漂亮很多 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的收购价是两三块钱一个 梅花五角里面价值相对高一点的是 93、91、94、92、96这五个年份 价值最高的是93年的梅花五角 像这种流通品项的好品收购价 一般在15到17 比2000年的这种价值要高很多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每天为大家介绍钱币价格行情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